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于当地时间5日上午10点 举行了庆祝魏国战争胜利79周年的红场阅兵总彩排仪式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莫斯科胜利日红场阅兵总彩排的现场 由于普京将于7号进行总统就职大典 因此今年的红场阅兵总彩排式提前了两天举行 据了解今年参与彩排的人数大约是在9000人左右 参与的装备是有70多件 同时今年也恢复了空中阅兵部分 俄罗斯今年的胜利日阅兵是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7个城市 和18个军区 舰队 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城市举行 除了各兵种的军人参与阅兵彩排外 此次散兵以及执法人员也参与其中 和前两年一样 文污前线的军人们再次参与了今年的阅兵活动 每当现场响起卡丘莎的音乐的时候 那就是俄罗斯的女兵们开始接受检验了 根据彩排的情况 地面装备纵的部分仍旧是历史悠久的图三四坦克打头阵 而今年新亮相的装备至少有两个 分别是台风K53949和ZSA灵扎防地雷救护车 由于受到西方的制裁 这两个装备分别用国产配件替代了进口配件后 首次亮相红场阅兵 此外 红场阅兵的长客 包括一二四战流导弹系统 伊斯坎德尔 还有腐式装甲车 BT280等也再次参与了检阅 今年的红场阅兵总彩排呢 是刚刚已经结束 那大概持续了超过大半个小时 同时呢 今年参与的人数以及装备比网面是有所减少 此外呢 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 俄罗斯的部分边境城市 是取消了今年胜利日的清点活动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引力萨维在莫斯科的报道 这一段时间是由末尔达尔达尔的 都不懂得多了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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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